好的欢迎来到第九周第二轮双方的大将战竹内来对上梅元 先看一下战绩啊 目前竹内四胜四败 中规中止 而梅老板那个战绩呢 可能就相对要难看那么一些了 要知道梅老板的一个个人抬头叫做活着的传说 而这个活着的传说呢 目前2-6啊 也是一个经典的副战绩选手 但还是要支持一下梅老板呢 对吧 毕竟结巴引路人 有很多人包括我在内 都是因为看了梅元揭霸3 07年那场传世经典的比赛 才决定去了解这个系列 然后最后接触到揭霸 喜欢上揭霸的 那回到这场比赛的话 会是一个克迪对上古猎的对决 这两个人之前是有打过的 在一些大大小小的比赛上面 我也看过他们的比赛 那至少停留在我大脑印象里面的 都是竹内赢的场次 他在打古猎的这个对决上面 是颇有心得的 所以他这次是选择了 直接针对上梅老板 打这样一个大奖位 停吧 来到这场比赛 竹内对上梅老板 那这两个角色 他们的一个中距离 拳脚性能方面 是比较接近的 但是会打破那个平衡的点 主要还是要看竹内的这个VS2 竹内这个VS2 是很容易躲掉 梅老板的这些招式的 就像刚才那样对吧 前中鸟直的被VS躲掉以后呢 一拳过去梅老板这边就直接要重伤了 所以交一手VR 中拳发波 VS这下没躲掉 他能躲的东西有很多 包括古猎发波 那发波看似只是躲掉的 但如果说是一个比较近距离躲掉的情况下 那这个波还得飞一会儿 那古猎的一个发波的节奏就会直接断掉 这比直接防住一个波要好处理太多了 那街霸里面一直是这样啊 那个波没有飞出屏幕的话 那对手是不能丢出第二个波的 这也就导致了在那一段时间是有真空期的 那竹内就可以做很多事情 对吧 好 现在雪料上面还是比较接近 梅老板这里已经有VT了 这一波VT如果开出来的话 其实压制力会很强 但竹内这边呢 手上能解的方法有点多 所以不是特别的虚无感觉 手上有C了 对空 先是一个头 这一波压过去 梅老板不一定能防得住 我就这样 哇 这里VS躲过以后 直接一手带走 这个中距离是真的有点难打 梅老板本身就是比较依赖 在中近距离发波去打乱对手的一个防守节奏的人 对吧 他只要拨摸到对手 那对手接下来就肯定一段时间内不能动 无论是你是防住的还是命中的都不能动 我梅老板这边就可以上来白嫖你 但是只要这个VS一躲掉一反打 就不一样了 来又是一个反打 过来这个头直接丢过去 虽然这个VS看起来很好用 但是并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躲得过的 这很吃反应和预判的 你要对对手一个发波节奏能够找得准才行 距离比较近的情况下不是那么容易躲的 叫一个V闪 倒地这里VS命中 一波倒地以后直接凹 梅老板想明白了 这个点上面没把对手凹死 其实蛮难受的 所以最后是一个打拆 主人这边是流气 流资源没有用出来 其实他今天带的是一个VT1 也就是说是带刀侍卫 他要用刀子打鼓励 比较微妙 我一直觉得打这种对手牵制能力比较强的 用一个大棒对吧 一波过去直接摸掉他 那用刀子的话 也就是说他要慢慢打 就用小刀子慢慢挂对手 手上都是两资源了 八波命中 中角有其中 已经到墙角了 梅老板赶紧用轻角把这个位置打出去一点 至少给自己一点活动空间吧 再一个跳 这下放出来了 现在梅老板优势 丢一个EX旋风强攻 这个旋风还可以再有一次 哇 这个角到被防住是真的重伤了 除了这个旋风真的是拉满 他可以挡三段薄 还可以再做一次进攻 真的是爽飞了 接下来梅老板这里 哦呦 连续的发波属于自杀行为 在这个点上面只要躲掉任何一个 就可以直接带你上路 我现在看起来感觉 柯迪这个角色是有点克制鼓励的 但你这个水平啊 你得到族内这个水平 并不是说你随随便会来个人 我用个科迪就可以打鼓励 并没那么容易 他需要有一个很好的节奏感 接下来看梅老板有没有什么战术上的变化 他其实反过来也是可以利用对手这个VS的 对吧 对手不一定说是看到了你再出的 有可能是预读的 我可以反过来抓你一手 对不对 我不用把那个节奏压得特别紧凑 我可以等的 看他做出那个闪躲的pose 我再打他 那要是族内全部是通过反应来的 当我没说好吧 中全给到碎卡 最过去头没中 等一下 直接一脚没有铲重 一波过去以后 梅老板的压制 这里是打头则没中 比较可惜 现在竹内这边 两个人 都是一跳就把位置换出来 但是也没有任何让对手交出血量的这种操作 这里又VS夺掉对手一个轻角 我怎么感觉像确认的呀 他命中率有点高呀 调轻角下来又是一个逆想 竹内这边VT有了 这VT会不会掏呢 今天还没看了掏刀子 是有交过一次 但是那是一个击杀点 直接用VT来打一个正面强攻是没见过的 这个中条继续打 这里交个V闪要放倒你 梅老板是用这种V闪来占对手便宜了 这里跳动权先一步抢中 先一个头 这里要给VT了 肯定要给了 VS强行进身 两刀这里走过去直接一个头 梅老板不敢按去 再一个头 还不敢按吗 得按了 哇哈哈 对不起对不起 我不应该给这样子一个比较错误的这个 这个建议不太好 是得按 但应该在前面那两个点上按 现在在按有点晚了 有点晚了 这被一刀戳中就带走了 也就是说在中距离这个刀子一掏出来 梅老板是真的什么都不敢按 就有点吓人了 对了VS想躲预判的 看到了还是预判的 梅老板应该也是在等这个东西 但是一发波就被VS打 感觉克制的有点厉害 那今天这个队就很有可能会打出一个3比0 原来克迪达古猎是这么爽的一件事情吗 只跳这一下还顺便给了一个重拳 四拳直接交VT又来了 小刀按摩 这一下 竹内应该是想着用那个突进招式 直接近身来压制的 但被梅老板截中了 那梅老板这一波运气还算是不错的 先给个头 完了以后继续对个波 只跳 要刀丢出去吗 对空没有 这一不好对 因为扭刀的情况下 对空那一下很容易拼到枪杀 这一水量 靠不住 这一下 EX旋风能挡三段 梅老板是拼了老命的想把那个风消掉 因为那个风如果不消掉的话 竹内就走到脸上来了 但是架不住组内能量多 我手上还有一个EX冰狗拳 我可以抢在你那个波发出来之前 一拳捶上你的脸 对吧 你防住了你也很难受 因为后面还有一个旋风飞过来 他往前压你 你拆头成功了 对吧 你防住了这一波 结果那个风还在往你脸上飞 就那个点上面感觉 怎么都没有办法去躲过那一波压制了 这梅老板就被将军了呀 这有点狠呀 对波对不过柯迪的 柯迪那个EX旋风是真的狠 又是VS躲掉了完了 完完全全被拿捏了 没人被拿捏了兄弟们 这柯迪帅爆了好吧 像在打拳皇一样 拳皇95 一个闪避一个反击 一个闪避一个反击 有点吓人 这个对局对于竹内来说最舒服的点 就是他可以留资源 像一般碰到那种不太好打的局 他都会选择用EX冰狗来抢开对手 就这样子摸奖摸过去 但是打这个对局他可以确认 他可以找到梅老板失误的点把它放倒 一放倒就可以追过去 这个机会就太多了 梅老板也是蛮凶的 就完全无所谓之后 知道你会这么打 但我也得继续保持自己的一个节奏和压力 不给对手压力 对手就要直接走脸了 叫一个V闪倒地 到板边这里 手上VT已经交出来了 这把小刀感觉要做事情 中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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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东西打人蛮痛的 哪怕说你防住了也要掉血的 这开始对拨了 两把刀拼掉对手所有的EX波动以后 竹内这边应该是要准备EX旋风进攻了 果然 但这个EX旋风进攻 没能拿到一个近身的机会 丢的有点近 哇这里应该是没办法了 这EX旋风出手的时候距离稍微近了这么一点 导致他没有办法直接走到对手脸上去打进攻 他只能拨没缘在那个点上有发波 他没发波就没有办法了 这里VS又躲掉一手 来了 还是这个节奏 下中拳打到康码上一个占中拳的确认 而且这个中拳确认也比以前简单了 可以多看一段 这VS被防 这VS被防 而且如果是用下段打的话 那一下应该是缓不到的 距离有点远 这里冰沟打中一发 但是没有选择上去打投则 直接往后拉开观察一下 没人这边是有可能会凹的 只跳 再一个跳 直接打下来 再跳 打下来 但这波实际上是赚到了 他通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把位置换出去了 再一拳过来直接带走 没人快没了 这是一个大幅领先 已经到赛点了 没人手上资源有点多 但这个资源 有用吗 万一被VS躲了就跟没有用一样 对吧 丢个EX波一倍躲 哇哟今天这个VS的使用率已经高得有点吓人了 真的今天组内这个VS用的是真的有点潇洒 我只能说 哇这一下被圈粉了 兄弟们 VS躲避闪再一拳回去 这是我见过最牛逼的闪避了 真的 这VS用的又出神入化 EX一拳过去 掏刀子开始考试 这个对军有点绝王 这个阻内打出一个可以让古猎完完全全没有办法还手的对军 这就是把柯迪用到极致的表现了 真的 你把一个角色玩到极致就是这样的 你会发现就这个角色 对吧 他一旦出现那么点角色克制 然后他就会把他无限放大 放大到让你有点炸蛇的地步 有点吓人 我是没想到今天这场比赛 因为之前看竹内的柯迪对梅老板的这个古猎的时候都是比较接近的 你说2比3 1比3 对吧 你总归各有胜负的 但今天是完完全全打出一个碾压子 这是没有想到的 有做大量的功课 这甚至我感觉有在研究梅老板的一个发波节奏 怎么就能够做到VS出手必中 就这件事情 很吓人 真的非常吓人 好了那今天的这场比赛 也就到这边了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老爷们的收看 当你看到这个时候 说明你已经看完了整支影片 恭喜你 正式成为了一名具有国际眼光的国际型观众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视频 那你只能是喜欢我的对不对 那就更加要订阅我的频道